孝顺是一种很好的品质,孝顺的人看到了父母养育自己的不容易,肯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 这样的人不仅仅会感恩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,也会感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帮助,所以他们对对自己好的人很好。 这样他就会解很多的事善人,别人就会越加越意帮助他。 良性循环就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顺达起来,让自己变得非常容易成功。 如果一个人很不孝顺,那么他肯定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,这样的人不肯吃一点亏,不肯让自己的利益受到一丁点的损失,总是处处想要占便宜,这样的人是坚长了,人们都会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 俗话说,前伞人聚,前聚人散,这样的人虽然看起来是不吃亏的,是非常精明的,但是没有人愿意与这样的人长期共事。 只有那些看起来傻傻的,总是让别人占自己便宜的人,才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与他合作。 于是你看,哪种人更加容易成功呢? 做人,一定要孝顺,父母不仅仅给予了我们生命,带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,而且养育了我们,可以说是对我们最好的人,如果对自己最好的人,都无法让你感恩。 那么你这个人,也就不值得人交往了,时间长了只能是穷穷竭力,成功自然会远离。 而那些看起来傻傻的,让别人占尽便宜的人,懂得回报的人,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帮助他。 坑与其共事,成功自然就容易,大事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做成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